大家好 欢迎来到Mail和Feed出品的大麦健身兽 今天是2020年0516 今天咱们看看健美健身圈 有什么大事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短评快的节目 今天首先看一下泰森和霍利菲尔德进行一场大战 有的观众表示什么 泰森和霍利菲尔德要进行一场大战 时间还进行在7月11号 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他们两人亲密接触 这实在不行的耳朵要给咬了 我一看举办地点在沙特阿拉伯 这两位还要穿没这么远的地方去沙特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两位老将准备的怎么样 首先咱们看一下曾经把霍利菲尔德 倒下来的甲方泰森 哎呦我的天 这出拳的速度可以说是太快了 如果我去亲自和泰森比只听了端一声 不是耳朵掉了 是耳脉掉了 评论呢真一激动 你说什么把耳脉给掉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老将霍利菲尔德 哇天呐 讲着相当的平均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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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大赛我相当的期盼 7月11号7-11 这不是加油站 这不是便利点 这是一场精彩的在沙特阿拉举办的泰森和霍利菲尔德的一场大战 接下来在台上大家能看到几个球 我看到了8个球 首先刀锋那圆圆的三角肌那是两个球 再加上脑袋是三个球 再加上咱们的德国的马库斯 相当大的胸肌又是两个球 再加上一个脑袋又是三个球 大白哥 三加三他等于六啊 我为什么看出了16个球呢 这孩子呀 我跟你说你要过来 跟你说我像泰森似的 你给我跑 接下来梅叔呢又放出了自己的在医院的照片啊 看起来恢复的还是不错了 度过了危险期 大家看后面的两位护士呢 也是相当的美丽 特别是左一 梅叔还表示了在重症监固时 ICU呢护士都很棒 所以说呢这个梅叔当时的情况 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厉害 同时梅叔呢还跟大家透露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星期的时候啊 我就像其他每天一样啊 我觉得还不错啊 跟着朋友一块练 但是突然之间呢 我就感觉这个胸啊 特别是右胸啊 有点痛啊 跟其他的痛不一样 到医院之后 医生一检查 就检查他心度啊 心脏的部位 然后呢告诉他 你这心脏病发了 当时咱们的著名企业家梅叔山狗 当时就说 哎呦这麻烦了 这这真的来到了我的身边 你想想 如果这一个人心脏那么疼 人说你心脏病发了 你说你当时 那马上就可以算是生死边缘呢 当时他还是想自己家的family 自己家 是不是 最后他表示呢 还是要听医生话了啊 不能这个乱吃东西啊 不能乱吃一些什么药品之类的 也祝他早日康复啊 而接下来著名的加拿大的网红 小伙子口口里 他突然也进医院了 这是咋回事儿 这手臂好像有些不对劲的 大家仔细看他右手边的二头肌 这二头肌斩起来之后 旁边好像有个小骨包啊 哎呀 该说正常应该比较小 没有那么大呀 再加上他戴了一个口罩 当时我看到这张照片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 我心里啊 咯噔一下 但是口口小李子说啊 他肩膀好像受伤了 所以才进了医院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医院还是少去吧 少受伤 甚至不要锻炼 就在家待着最好 小李子 我也祝你四个字 啥 早日康复 还有这今天的怀旧环节 咱们今天怀谁呢 今天咱们怀萧恩雷灯 萧恩雷灯年轻的时候 他亮出了自己的一张照片 你看当时的萧恩雷 可以说是脸部青色呀 是一个相当的 看起来相当低调 相当老实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没有想到 十几年以后 成了奥赛著名的健美 世界顶级的健美运动员 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是海水不可抖凉 想当年那个脚踏 小皮鞋啊 腿穿那个牛仔裤 他跨 轻松垮垮的 踏在跨肩 这么一个年轻人 莫有想到 这未来会有这么大的成绩 但是谁又能想到 在经历这么大的成就之后 他从事业的高峰 一向跌入到了低点 但是萧恩雷登 他没有放弃 他never give up 他勇往直前 永不退缩 朝着自己的目标 一直在前进 今天我相信 我们的萧恩雷登 将会再次回到舞台上 而接下来 澳洲剑尾之王 李普瑞斯特 又放出了一张 罕见的旧照 哇塞 这胳膊 简直就赶上 自己的大脸庞子了 这张照片太经典了 小李子啊 以手臂的强大著称 别看身高不高 如果塞帮子 他和那谁啊 那谁汤姆普拉斯 俩人 我是啥啥分不清楚啊 手臂伸起来 都有动作 除了李普瑞斯特做了之外 那个欧利瓦 他父子俩也经常做 这不年轻时候的欧利瓦 他爸正在跟他进行指导 当年他爸身穿的 你看这个秋衣写的 World Gym 当年的欧利瓦 应该就十几岁吧 还很年轻 他爸那会儿还活着 但是现在他爸 已经不在了人间 欧利瓦二世 也没有放弃 他继承了他爸的事业 成为了健美舞台上的一名 强劲的对手 今年他在阿诺德赛上 史无前例的 得了一个特殊的奖项 什么奖 那就是哥伦布最佳 Posing奖 颁给了我们的欧利瓦二世 接下来另一位 最近出现比较少的 就是我们的 Nason Dasha Nason Dasha去年年底 和今年相当悲催 去年年底参加奥赛北城 本来今年想参加阿诺德赛 结果当时他在 两期健身房 因为疫情 结果航班是没有还是咋的 也没去城 结果再参加比赛 疫情大爆发 这还没完 所以英国名将 他的老乡 陆克山道 前两天也不幸的去世了 你说说 我们的Nason Dasha 他招谁惹谁了 如果说总结一下 中心思想就几个字 下场比赛 我准备好了 也祝愿Nason Dasha 完成自己的梦想 在大赛上 显出自己的身手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运动员展示 首先看一下 这个拿教练 尼尔黑尔他弟子 这谁啊 Steve 这次Steve在阿诺德赛上 没有能够战上他的队友 歪波大将 也没有能够战上造型王黑豹 他仅取得了第三名 接下来出场的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小吉尔米 前两天过母亲节 小吉尔米和他母亲出了镜 小吉尔米应该也是浑雪儿啊 因为我看他母亲呢 也是亚裔面孔啊 小吉尔米 但你别说啊 长得特别精彩啊 接下来谁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喜欢的黑天大鹅子 他亮出了自己 像天鹅翅膀似的后背 我的天呐 最近海外剑尾圈的流行一个什么呀 一个游戏叫策展挑战 策展攻三头机 大家纷纷参加 首先看一下咱们的黑天鹅子 哎呦 这体质确实挺高 腹部一片平坦 古巴小钢炮也参加了啊 三头机挺不错啊 挺完美 胸肌呢 面积很大 但是厚度啊 还有在增加 接下来是谁呢 我们的Patrick Moore又展示出了自己三头机的照片 我感觉好像Patrick Moore在策展的时候手臂伸的好像不是很直啊 接下来这哥们也是个了熟的选手啊 也展示出了自己的三头机 哎呀 行 挺大 但是细节不够明显 刚当爸爸的罗根弗兰克林展示了自己一下上肢的肌肉 哇 这胸肌太完美了 这腹部再做个公斧 绝了 而一米九几的King Hand Break也不容小视 他亮出了自己最新的状态 小伙子一米九几能打这样的体型 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易了 但是胸肌呢 稍微有点薄 胸肩的中缝呢 距离太大 小伙子宽度挺棒啊 厚度还需要再加强 腿部呢 也不能忽视 胸肌 背部还要再丰满 背部还要再厚啊 再关 去年2019年取得奥赛212冠军 号称是已经退休了的利比亚雄师 他也生活在英国 好像自己在英国的生意做的还不错 咋的回事 又去健身房了 今年还准备又再回归吗 是吧 你今年要再回归 你去年就别说人家退休的话呀 今年要赛Derek还要取得冠军呢 你要是再去 你说Derek会怎么想啊 但是在竞技体育里 这都是小事 管他怎么想呢 我去年说啥不重要 能赢就行 你也说说 你也说说 这就叫什么呀 话操里不操 而接下来这位小伙子 堪称是毛人 这个外国人我发现啊 这一体毛吧 一天不花你就是不行了 这小伙子 其实我也挺喜欢啊 整个上肢的肌肉形态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是背部啊 胸肌都挺挺好 但是呢 他这整个的比例呢 腿短 第二呢 腿部太弱 他说呢 这小伙子在这个台上呢 想取得特别好的成绩 不容易 你知道吧 他给我感觉呢 在本地赛呢 一般也就是三名啊 四名五名 然后这种成绩 积分呢 靠积分能上奥赛 到奥赛上之后 可能也得十名开外了 所以说这个什么呀 要想在大赛中 真的想取得好成绩 真的是要看天赋 你知道吧 腿短不行 腰长不行 真功夫不好看不行 胸肌的缝太大也不行 肌肉长得好 人长得难看也不行 人气不高也不行 总之大赛 你要取得好成绩 这因素啊 很多 接下来就是女性专场 咋回事 说早了 是咋的呀 吓一跳 这不是那谁吗 那他这 我们咋考了 貌似 他的裤子的梭 好像又爽了 接下来这位 我特别喜欢 这是谁呀 在本次2020年阿诺德赛 取得职业卡的 在这个业余转职业 取得冠军 全场冠的谁呀 阿诺德第一届 全场冠军 哇 这了不得啊 是不是 这都是孩子的母亲了 确实啊 人家条件确实不错 前途是后翘啊 在整个财上 well needs展示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而且的女性的 跨步的展示呢 也相当的完美 得到了裁判的什么呀 一致好评 接下来这位 你看看啊 有肌肉 有身材 有头发 哎 长得还小 这可是巴西 不明的健身网 和罗里 温克拉同名 我看到了一个 比赛片段 哎 这小伙子 有点像谁呀 怎么感觉 有点像金石成的弟弟呀 他出现我的眼帘 已经好几回了 小伙子 腿部不错 但是腿部和上肢的比例 啊 有点不正常 小伙子挺形 长得挺标致 挺阳刚 结果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他 这不是前两天 参加那NPC 在韩国的比赛 取得一个全场官的 就是他吗 最后美丽野兽 年轻的时候 你看他这 年轻的时候 跟现在的肌肉形态差不多 这位运动员 也有一个基因上的毛病 什么胸肌有点小 怎么练呢 他鼓起来 宽不起来 你知道吧 好了 今天节目短评块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或者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